但我很快发现了问题 因为我刚从帕多瓦过 米兰是我们意大利国内疫情最重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发现这里的封锁令或者管控令 是非常宽松的一个城市 我看到了它的公交车还在运行 我看到了它的人还在运行 我看到酒店的人还在聚会 我看到很多不戴口罩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我们必须要让时间停下来 让我们正常的一种经济停下来 让人的平时我们喜欢的这种人际的交往停下来 可以说让生活宅在家里 全力以赴的为保护生命 生命是最值得大家付出所有大家 武汉封城以后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实现了应收尽收 应救尽救 才走向了它的峰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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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